1962年出生的山崎尤美子是吉林长春一家外语培训学校的副校长。 热爱中国文化和生活的他,很早就在长春成家、安居, 当地也因此成为他在日本之外的第二故乡。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发生后, 已经回到日本享受寒假的山崎尤美子毅然决定回到长春, 和丈夫一起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工作,与中国人并肩抗击疫情。 今日,山崎尤美子在长春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介绍, 他飞回长春时,日本尚未发生严重疫情, 返回中国的决定一度让身在日本的儿子亲友感到担忧, 但是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回到长春后,山崎尤美子依照规定, 完成了隔离,随后立即与丈夫一起投入到了 抗击疫情的职员服务中。 他说自己动员了身边的所有力量, 在医疗物资最为紧张的阶段, 收集到了不少消毒液, 分发给了身边的朋友、邻居。 山崎尤美子在自己生活的社区中, 还参与了站岗登记、楼道消沙等工作。 他向记者介绍, 经过这些工作后, 原本不认识的邻居现在都熟悉了。 日本发生疫情后, 山崎尤美子十分担心在日本读书的儿子, 如今他每天都和儿子进行视频通话, 叮嘱儿子注意安全。 对于中国的疫情防控, 山崎尤美子很有信心, 长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 每天都会为在长春的外国人 提供本地疫情动态, 为他们的自我防护提供参考。 曾经在吉林大学学习汉语的山崎尤美子说, 在这次疫情发生之前, 逆行二字对他来说是陌生的, 如今他深切体会到了这两个字的含义。 逆行第一次听到汉语的, 然后自己查了的话, 啊,逆行这么回事儿, 这样的我真的相信, 不好的这么大的不好的事情, 一定装好的事情了。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